那麼小的一個東西 他要進去 那是非常非常殘忍的一個行為 你的頭才剛進去 就從他嘴巴出來了 哈囉我們來到牆線 歡迎收看 牆之多力 你知道嗎 剛剛有點尷尬 因為我忘記這個節目名字 我想說 欸為什麼要播那麼久啊 為什麼 歡迎收看 牆之多力 我想說他只是在想 等我們接而已 對啊那我們也接 好看到有沒有那麼有默契 我們就來吃到一點紛爭吧 可以 我們來聊一些 大人最愛看的東西 nice 大鳥耶 大人最愛的 天竺鼠車車 天竺鼠車車 我們剛才有黑片 好啦我們要播 直接進去 你會支持天竺鼠車車進播嗎 天竺鼠車車進播 這樣子 正就是 對我覺得天竺鼠車車進播 反正就是 不行他不能進播 喔 你是支持哪一方的 中立的 反正中立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就是 就是一個童趣的東西 但我其實對他沒有特別感受 但我個人呢 我先講我自己 私底下的立場 我覺得這個東西蠻可愛的 好啦那穿 喔好來 3 2 1 開 勝 你要他廢除 還好還好 你不行啊 我要廢除喔 沒有因為我剛剛已經先打了那個 預防針 我說我私底下的立場是怎麼樣 不過我現在是一個專業變手 喔 對我們討論的是 就是就事論事 對 我們不帶個人情感 就是就事論事這節目就叫強詞多力 3 2 1 GO 好大家好我是高明 我是反方 那我是支持天竺鼠車車不進播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說好了 可能現在大家年齡層還是非常的幼顏 像我身邊的朋友 很多都是爸媽帶著小朋友 他們已經有成家了 那這是什麼情況呢 就是你的小朋友在看影片的時候呢 那你爸媽在旁邊要幹嘛呢 吃自己東西 然後看你的報紙 是這樣子嗎 那如果說今天有一部線上的卡通 可以用手機觀看的 你是闔家觀賞的 小朋友在看的時候 爸媽同時也感覺有興趣 你可以跟你的小朋友去做討論 這不是一個很棒的事情嗎 要第一 天竺鼠車的這個卡通呢 基本上就是一個邪惡的存在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誤導性 會讓小朋友學壞的一個卡通 為什麼呢 你可以看到每一集其實呢 它都潛藏著一些負面情緒 比如說第一集 自私自利 我就是要讓這個隊伍塞車 然後第二集呢 小銀行 第四集呢 第四集是什麼 吃了色 小朋友看在眼裡會學的啊 欸 我覺得這個非常非常的可怕 尤其是這個 嗯對 天竺鼠車那麼可愛 小朋友一下就被吸引進去 但是呢 看進去這個卡通的時候 居然發現有很多 不 不 講不出來剛剛按吧 闖進店裡面 對 吹飲料 非常的不得體 而且他們會模仿 所以呢我覺得這個卡通 非進步不可 這個影片上面會有一些 可能交換小朋友的一些行為 影射到這類的事情 那我這樣說好了 我今天youtube打開 你要小朋友去看一些新三社 有可能嗎 喔 基本上不可能 就算他現在看一些幼兒頻道 中間下廣告 也有可能參加一些大奶妹的小朋友 喔 會不會有 一定會有 那我覺得怎麼樣呢 心智未成熟沒有思辨能 你沒有辦法判斷的小朋友 不建議他看youtube 你不建議他用3C產品 就可以杜絕這一塊沒有思辨能力的小朋友 那再來呢 有思辨能力的小朋友是怎麼樣 我基本上我先說以國中來說好了 國中高中大學 有基本的基礎跟道德觀念 跟家裡的去教養的調成像 他會不會接觸一些有彰化的 或是說有些新三社的影片 我覺得會有 那你要不要記起他看呢 記起他看難道這些東西就不存在嗎 不可能 他一定會去碰觸到這些東西 那碰觸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家長這時候要怎麼樣 起鬼教 喔 跟他說這件事情是怎麼樣子的 你該不該這樣做 你不應該像他這樣 所以他在這裡面呢 他被警察抓了 你要藉由這個機會 藉由小朋友感興趣的東西 你也感興趣的同時 你去教育他 一分鐘 我覺得這個東西呢 不僅單單只是我們看到這些人的 一些惡劣行為喔 而且呢 還有一點非常可怕就是 一些小朋友會以為這些貼圖書 是可以開的 以為他們可以進去了 你知道嗎 那麼小一個東西他要進去 那是非常非常殘忍的一個行為 他有可能腸子破裂 有可能整隻你的頭才剛進去 就從他嘴巴出來了 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怕 如果小朋友萬一以後 真的覺得輪子是這樣子動的話 那會對於他整個身心靈 是非常非常的造成一個傷害的 一秒十二秒十二秒 照你這個說法的話 所有小朋友看到的影片的話 都應該合乎邏輯 不應該太過幻想 假設畢卡索從小到大 都是接觸合乎行李的東西 合乎常李的東西 都是錯誤的 那請問一下 畢卡索像這樣的畫家 產生的機率有多少 根本沒有 請問超小女孩 有要做最後的總結嗎 總結用 時間到了我不用了 好 我有十足的那個自信 一直沒有畫好角色 一直沒有畫好角色 對於失敗嗎 對於失敗嗎 直接投票了是不是 3 2 1 欸 蛤 蛤 所以我們今天的結論 是要 進播天竹鼠車車 好好比喔 進播了啦要進播了 離遲的世界已經進播了 欸 但是我超愛天竹鼠車車的 欸欸欸欸欸 我講我打動的原因 不是 因為我整個心裡 我整個心裡 在講的那個 punch line 天竹鼠車車真的可以開嗎 然後他就把這個講出來了 我就突然一個新友靈就 那邊你跟我講說 三角鼠英雄不應該講話 一樣的道理你知道 啊那我媽 下一輪 欸 Jimmy 我的作物能力有限喔 所以就是 我知道所以我在挑你啊 欸 好 螢幕是 來 好久沒有出國了 女友 堅持要 排唐吉克的 你要不要 帶他去 等一下 等一下 所以他要排唐吉克的 這件事情是在國內發生嗎 國內 就是在西門町那一個 西門町那一個 欸會拍的那個 3 2 1 去 欸你真的不會 不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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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我彈什麼策 唐吉克的 我自己喜歡 唐吉克的 彎彎不能去 如果我女朋友 我說要去 我說你想死嗎 那這樣一輩子 現在一行 那麼嚴重 你還想去世 我那麼多人排隊的地方 行不行 你應該排多久啊 5個小時 不行 我是劇名 我是正方 我必須要講 如果今天你跟雨晴講說 如果你去就死定了 那應該會是你死而已 所以我認為 應該要去 不只是因為雨菱這對情侶 而是應該是 全天下的情侶都應該去 如果她很想去的話 我們沒有理由 不去滿足女朋友的需求啊 所以今天如果 為了大家的幸福 我認為就是應該去 不管只有5個小時 10個小時 或者要我半輩子的時間 我都要去排 ちょっと待って喔 林俊明 現在是什麼時代了 現在疫情那麼嚴重 你還要你的另一半去 你還宣導所有的另一半 去是這件事情 你是要他們死嗎 邪惡啊 邪惡 俊明邪惡 明明就是這個頻道 是邪惡的 回 退定 我問喔 我跟你說 你要想清楚一點 林俊明 你先放下 你要想清楚一點 非常時期的時候 真的是不能去這個公司 很危險 如果今天我要帶我你們朋友去 我會顧一下大家所有的行李 他因為想去 所以我才去 那至於說他的人身安全的話 我覺得 你真的就不懂了 可是你因為是馬來西亞 如果是台灣 如果是台灣 如果是 如果是台灣 如果是台灣的話 我一定是會穿 所有的防護衣 以及我的護目鏡 最後再戴上一個N95口罩 讓他來到唐琪柯的 告訴他 我今天要排五個小時 不是因為人多 而是因為我要跟前面的人 保持1.5公尺的距離 所以這就是我的套路 我已經沒有要去 我就要安排讓他去 今天我不能牽著手帶下去 但是我要跟他隔1.5公尺 看著他安全的走進去 現在是再去篩檢 今天不能出國了 萬萬不能去那麼多人的地方 我會帶他去哪裡 我會帶他去大創 我會帶他去大創 我會帶他去吃爭仙 這個東西那麼多人 為什麼在這個時刻去 我跟你講 這個時刻不要去 下個月 我跟你講台灣人那個 很快就是過了 過了之後就沒有人去 下個月去 沒有人排隊 不用這些 還不能牽著手去 還有什麼1.5公尺 不用 很少人不用排隊 我們就一起牽著手 光彈器特徹 你去管 這是多麻煩 多棒 為什麼要趕這個時候呢 好 OK 你完全沒有回答到我的問題 我只問你一件事 如果今天大創 爭仙所有的地方 全部都爆滿 他就是卡了很多人 甚至堂吉克的過一兩個月 三十個月 他這輩子人就是不會少 每次排隊就是一兩個小時以上 請問你到底有沒有帶他去 如果他不去他就會非常難過 你會讓他一直難過下去嗎 我會抓在他的手 我會看著他的雙眼說 好 玉婷 正在防疫期間 有很多前線的工作人員們 非常的辛苦 我們要減輕他們的負擔 不要這樣子 好不好 我們不要調皮 如果那麼多人的話 沒關係 讓我們買米 我們回家做收拾 我們一起看日劇 好不好 好 必須要說 以這種男性的主觀想法的話 我認為最後的結論就是 禮婚吧 他只會跟你禮婚 喔 你沒有辦法滿足他的基本需求嘛 你說基本的 我們只需要排個隊而已 都沒有辦法滿足他 何況是自封的所有成功 I promise No promise Just lie You are liar That's all 10秒鐘 I will 6 5 我認為 我希望 台馬之間的建交可以和平 那這種觀點我是不能接受的 時間到 時間來 2 1 你要要去是不是 對我就是 你們這一群邪惡的台灣人 一起這樣子的你還要去排隊 我也要 我剛剛投你了 可是我自己有去 這個支持居民有一個原因就是 我相信台灣的民眾的那個防疫能力 沒錯 大家的觀念非常正確 等一下但是我看新聞好像沒有一個人 像居民所說的一樣 穿著防護衣 然後戴著那個口罩什麼 因為新聞就要炒作啊 這節目叫強吃 沒錯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一瞬間打斷我們這三位就好了 是不是 所以 殺門嗎 他們可以在下面留言 但是已經是敗口的事情 對 我們平凡的事情不是邏輯 是民族意識 投我一票好不好 Sweet Home 跟 經濟之國 應該要廢除在NFT 天啊 但我 等一下 你是想要經濟之國對不對 我應該是經濟之國 我也想要經濟之國 因為 我是以後沒看完 來 來 3 2 1 他結局是什麼 他結局就是一個人走出來而已 我們先科普一下 全部都死光了 沒有 他們看出每個人 一波人死光是一點點人 然後再一點點人被帶走的 然後人家絕對人是怪物 然後走出去 然後代表說他沒聲音結束了 對嗎 他們剛剛是這樣子的 就是人家是有一個疫情 但他沒有說疫情的哪一個是什麼 然後突然接受疫情會因為每個人的附... 20分鐘 START 好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那不那個上 必須要有的劇情 就應該是要有教育正面的意義的 而經濟之國這一部劇呢 讓我充沛的了解 友情犧牲 還有無私的奉獻 但是Sweet Home呢 喔不好意思 永遠就是這一集死了一個人 另外一集就是被怪物殺掉 大家把怪物去餵怪物 我覺得這樣是不對 而且是叫壞小朋友 但 大家不要看這個Sweet Home 都是怪物那邊 雖然是去砍來砍去殺來殺 沒有任何意義 但是其實並不是這樣子的 其實我們可以從Sweet Home 這部劇裡面可以體現到 人呢其實有很多很多的 私慾跟自私的一些行為 而且呢它是在教我們 不要有那麼多的慾望 也要保持著善良的心跟正面的能量 才能在這個疫情期間活下來 就是要保持純正的乾淨的那顆心 而不是 像經濟之國非常的殘忍 他把他三個朋友呢 不是兩個朋友呢 直接抱脖子 非常的殘忍 他是一個自私自利的人 他教了我們小孩要生存 就要落鬥強勢 把身邊的人 通通推向大法 這東西非常的可怕 我們今天要靜波 就像鐵竹鼠車一樣 我必須講一個 講到鐵竹鼠車我就講 Sweet Home在香港的 然後經濟之國是日本 然後鐵竹鼠車車也是日本的 所以我請 鐵竹鼠車車就是停 經濟之國 爛 好爛喔 我覺得好作品不分國際 今天呢 韓國能夠拍出屌片 日本呢 也未必能拍出真的好的片 我覺得經濟之國最爛的地方就是 他沒有完結 他X的 讓我們浪費那麼多時間 追那個八集 然後看到最後 你不是說他最後犧牲的 然後 沒有沒有沒有 那是他想的 那是國畢 他呢 做得比較完整的一個結局 真的嗎 我一直期待 男主角可以回到原本的世界 但是後來沒有 奇怪 好我必須講一個 你剛剛講了嘛 怪物還有男主角這件事情 我必須要講 今天我們看一個劇 要嘛去看他劇情 那看劇情我們就看街機之國 他的劇情邏輯非常縝密 嚴謹但是呢 不好意思Sweet Home 沒有劇情 而且動畫他媽媽畫得超爛的 真的畫得很爛啊 結果那什麼怪物 什麼翅膀被砍 然後血噴出來 不然那 紅豆湯嗎 紅豆湯 我沒有辦法接受 又沒有劇情動畫畫得不好的一部 那什麼美劇嗎 喔應該沒有辦法 就算他的劇而已吧 欸 講到動畫 你那部有動畫嗎 雷射筆吧 那個什麼東西 哇花多少錢在用啊 欸 你知道那個動畫多難做嗎 他其實就跟聽主俗車車一樣 是用主格動畫去用的 那個怪物呢 一格一格 你有看到那個頭被切一半那個嗎 哇那個好屌喔 那個怎麼用 那個剖面圖 那個什麼畫的 那個根本就是已經好萊塢等級的 OK 雖然他的劇情呢 有一點可能是 讓人家沒有辦法說去理解 或是去體會 但是呢我覺得他就是要強調 充滿充滿充滿一些糾結 跟矛盾的內心世界 其實我覺得這一部呢 特別適合在 2020跟2021這兩年 可以看一下 因為呢他就是在講 非常貼切 對我們身邊的人造成這些恐怖的事情 然後揭發出 我覺得韓國電影最擅長 敘述的一種東西 人性 欸 25秒 你看 他今天的名字就取錯了 Sweet的甜 Hot Sweet甜的家 這英文來講就不對了嘛 一個甜蜜的家 但是在裡面完全沒有提到這個 比如說什麼綠洲啊 還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不好 連名字就已經冒了一個 美劇 韓劇 但是今天的經濟是國王 對不對 而且 我們有刻鋪一下子 你刻鋪是在裡面的一首歌 喔 對啊一首歌耶 那女主角寫那首歌 你還是我幫他取了這個 而且女主角很賤 他的意義應該是說 他在彈其他的時候 讓男主角聽到這個旋律 去想到家 算是今天那個女主角 是一個叛逆的 被女孩啊 就是那個 我很討厭那個女主角 沒說了喔 兩個有 最後那女主角沒有被強天 我覺得有點失望 欸那個賽外賽就結束了 他跟你講一件事情 我這一直輸的 我是心腹口腹 因為他眼睛看過他就發 這樣 發生氣了你知道 我兩波都看完耶 OK 我們上次來投票 OK 其實他們有動畫 有一隻黑豹 有有有有 我覺得那個女主角 我覺得那個女主角 他那個水還沒 獅子也有啊 有啦他那個動畫很多 對 就是跟子彥虹比較起來的話 子彥虹又好蠻蠻知道話 我們現在不講了 因為 只是要開始稱讚了 等一下記事國他的動畫最屌 好來來來來來來 2 1 押倒性 不是我覺得你們要講一下 就是你們比較喜歡哪一部劇 我還要這樣說 我為什麼會投你強哥 最簡單的一個原因 為什麼 因為是頻道主嗎 不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知道為什麼 劍民的一個敗筆 自從你講天竺竺 車車以後 歐變全書 亂講 你真的 就是強制投你可以 但是你要強到可以打動聽聲的 你光那個比基尼 那個變性的 就很好講了 真的耶 那個多元 啊 多元帶出來 翔哥有沒有覺得 跟我變比較好 其實都不錯 都不錯 我們可敬的對手 尤其是我覺得 我們唸我們的起跑線不一致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 今集的 獎主人大賽 OK 不要忘記訂閱我們 所有人的YouTube頻道 然後後來還可以看一下 明明就是他們的 MANCW 然後就可以知道為什麼 我們沒有這個 對付對付 對 而且兩次做的都一樣 麻煩在下面留言出MVP好不好 我想知道這集MVP 好不好好不好 大家公投了對不對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了 拜拜 拜拜 拜拜